那上一期呢我做这个空评的时候 没有想到就是大家反应很好 大家很喜欢这种事情 有几个姑娘就是说特别喜欢听我聊天 我超级开心的 那在上一期视频当中 就是有一个去班产品 得到了大家广泛的关注 还有就是很多问题就跑过来问我了 那我首先先跟那些在B站和U库上的朋友 道一个歉 就是我上期做这个视频的时候 是一个即兴的想法 所以在说话的时候可能没有考虑到 在国内这个姑娘们的购买诉求 还有他们的途径 快速回答一下大家问的那些问题 第一呢 它的这个英文名字叫做Lumine 我看了很多YouTubers的发音都是这样发的 其次呢就是它是一个芬兰药妆品牌 那在国外的小伙伴呢 就是在美国大家都知道 在各大药店均有销售 然后其次就是如果你坐标欧洲或其他地方的话 那就在亚马逊上去买 亚马逊上一定会有卖的 好像这个牌子在国内也不是特别流行 所以呢 可能在国内的姑娘们 你买这个产品的渠道就比较困难一点 另外我想说的一点就是 我上一期空瓶里面所说的所有的话 全都是我内心最真实的使用心得和感受 这只是一个我作为一个小白鼠使用的心得 那个去斑产品真的在我身上有效 但是呢我不想给大家造成这么一个印象 就是好像哇它很神奇 用到脸上一定会去斑 因为我用过很多其他高端品牌的去斑产品 也看了很多那样的神奇的评论 我也是很冲动的去买 买了以后发现哎效果也没有那么好 所以呢想跟所有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的姑娘说一句 就是你可以试一下 但请不要把它当作一个神的产品 去寄托这个希望 第一点就是一定要坚持 我觉得任何的去斑产品 至少要坚持使用三个月 早晚坚持使用 然后呢特别是在白天 用完这个美白去斑产品之后 一定记得做好防晒 那就是三个月之后可能效果没有那么明显 我在用这个产品的时候 三个月之后也还是有斑存在 但是真的是在持续使用了一年半之后 我的这个斑就淡了 最后呢我就是真心的祝福 所有想美白去斑的姑娘们 就是大家good luck 然后希望你能找到适合你的那款产品 然后把脸上的一个讨厌恶心的大黑斑 或者是小雀斑什么的都搞掉 大家都是美美的 然后皮肤好好的 大家好 今天呢来做一个快速迷你的首饰分享 谈到首饰呢 我不知道你们了 但是我呢是从来不带贵重首饰的 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个心里的这种阴影 倒不是说之前发生过 只是我一带上这些贵重的珠宝之后 我一上街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种包袱感 就怕丢了呀滑了呀 或者是被抢了呀什么的 你听了可能会觉得很搞笑 但是对我这种经常走路上街 做公共交通的人来说 在费城这样一个环境 我还是不太喜欢带贵重的东西出门 所以呢我个人在买首饰的时候 都会倾向于买 性价比好 有质感 然后呢平价 另外就是有设计感的这些首饰 今天呢这些东西就非常符合这个条件 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你们喜欢 前两件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个首饰品牌 叫做The Peach Box 他们真的非常nice 给我和在英国的凡凡都寄了东西 然后前几天我们还和他们联合做了一个抽奖活动 就是送这块男女都适用的手表 如果你想得到这个手表 还没参加活动的话 请一定不要忘了看那个抽奖的视频 我会把链接放在这里 然后截止日期是5月14号 还没有行动的小伙伴们赶紧行动 那他们呢给我寄了两件这个首饰都是我自己挑的 所以我真的非常喜欢 我已经把盒子拿出来了 先给大家看一下他们这个首饰盒 就比较精致 是这样的 然后打开之后呢 里面有一个这种融制的这种首饰袋 在这里 这个我已经拿出来了 是我最喜欢的 那它就是我手上戴的这个非常硬朗 有工业风 就是很酷的这种 钉子卷起来这种感觉的戒指 我收到之后 我觉得它的质感比图片上还要更好一点 另外就是它分金银两种颜色 大小是5号6号和7号 那价钱也不是特别贵 而且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如果你的手指很细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往里头这样挤一下 那这样就会把这个大小 会再更缩小一点 就更符合你的这个指头的形状 这个戒指 我觉得特别适合搭配这种黑白灰 很硬朗 很酷 很帅气的这种穿搭 比方说像我今天这件卫衣 就配这个戒指就特别好 在一起 这种感觉 就是很酷酷的 很帅气的感觉 对 所以这个戒指我真的超喜欢 第二件呢 是一个手镯 手镯是我基本上没有的东西 为什么呢 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这个手腕子 非常恐怖 比小孩的手腕还细 但这个呢 我觉得还比较适合我 它是一个这种 银色还是银色 然后 带两个珍珠的这么一个手镯 质感也特别好 我选它就是因为它是开口的 所以呢 它有一定的弹性 可以伸缩一下大小 就不会让这个手镯在我的手上 显得很突兀的感觉 我觉得非常好看 当然它这个风格和我今天这个衣服不太搭 但是我觉得就是可以配一个简单的白色蕾丝上衣 配一个牛仔短裙 或是配一个阔腿裤 然后再戴上这个手镯又特别好看 他们这个网站还给我们一个折扣码 是85折的 然后这个折扣码呢 截止日期是到5月底 所以你对这个品牌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享受这个折扣 我把这个折扣码放在这个地方 接下来呢 是我个人特别喜欢买首饰的一个地方 就是madewell 像这两个就是我之前买的 给大家分享过的 前几天拍视频的时候 有姑娘问说 拍空瓶那个时候 有姑娘说 这戒指真好看 就是在那买的 那这次呢 我又在madewell买了三个小东西 跟大家快速分享一下 有两组戒指 然后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小视频 第一个呢 是我就是一见钟情的 它叫做 look ring 就这个 是这种眼睛形状的这么一个戒指 而且这个金色我也特别喜欢 它这个材质是黄铜 我觉得就是特别有设计感 这么一个戒指 就非常美 下一个呢也是一个戒指 它是一个一组戒指 它这个名字超可爱的 叫做 enamorata stat rings 然后中文就是情妇戒指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取情妇这么一个词 这个的号呢稍微小一点 其实我平常是五号 但是我这次选的是六号 单号以后也非常非常好看 还是对这个名字比较 感到奇怪 为什么叫情妇戒指 不知道 但是觉得 嗯 我很喜欢 我就买了 我最后一个在美国买的是一个小 别针的一个套品 是这样的 超可爱 有这个仙人掌 还有这个眼睛 还有这个小对话框 里面写的good vibes 那它呢就是 我觉得质感特别好 因为是皮子做的 另外就是 我特别喜欢它这个大地色 还有这个黑金色 这么一个组合 另外就是很方便 你可以别在毛衣上 放在这个 嗯 衬衣上 然后放在包上 都可以随时可以取下来 今天视频的最后一件首饰呢 是一个项链 其实在我之前的这个穿搭视频 还有谈话视频当中出现过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还是想分享一下 就是它 这是我最近的最爱 我基本上就是 我能带它出门 我就带 就爱到不行 嗯 它是好像是一种木头 还有这种塑料 这种几何拼色的项链 就是我觉得 它可以让整个的这个 这个衣着的这个look 有一个提升 你知道吗 会有一个亮点 比方说你穿一件 很普通的白色或黑色的T恤 或者说是一个浅灰色的毛衣 只要一戴上这个 整个这个感觉就不一样 就很有设计感 我超爱它 那这个呢 我是在费城当地的一家店 讨到的 叫做Verday 会把名字放在这 所以住在费城的小朋友 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那另外这家店 对面的一家 叫做Open House 也卖 很有设计感的项链 真的超美的 嗯 如果说有朋友知道 就是有类似这种设计感的 首饰的网站 请一定跟我分享 我非常想买到 类似这样的首饰 好了 这个就是今天的视频 希望你们喜欢 我会把所有的产品链接 都会放在信息栏里面 嗯 还有就是说一下抽奖 截止日期再说一遍是5月14号 送的可是一块表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去参加抽奖吧 嗯 那我们下期见 爱你们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